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場戲其實就是 就是楊娟這個角色她決定要 她要捨棄掉 對女兒感情的時候 但是對每一個母親來講 我們姑且不論是不是親生好了 是不是從妳的 就是說是不是妳自己親生的小孩 因為這個母親她本身 就是說角色設定的話 她是用胚胎植入 所以她是 因為像生出來然後她只是負責 養大小孩教育小孩 或許有些人就是把它當成一個工作 可是我說我在拜女兒這個過程裡面 然後跟這個女孩子相處下來 其實我們平常不太說話 因為我的角色本來就是比較 比較沉浸的個性 所以我也比較不會去玩鬧這樣 然後那一場戲就是 楊娟要捨棄對女兒的感情 那個捨棄是非常大的決定 等於是她從此之後 就再也見不到這個女兒了 然後我剛剛提到的是說 不管是不是親生的小孩 當妳拉拔她到 拉拔她十幾年 然後相依為命 而妳對她的期望有多深 其實妳的心可能就會有多痛 而當妳覺得 妳要放掉這個期望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她那些掙扎是比女兒 她已經痛一千倍萬倍 而到最後她必須要更狠地下這個決定 然後看著女兒對著她說 媽媽我愛妳的時候 其實就是 楊娟必須要就是還是很 故作堅強的 好 我知道就好 然後一時催眠之一 其實我這樣做是對妳的 其實就是把那種 情緒全部堆在我這裡 然後我又不能把它放開 所以等到妳喊咖的時候 其實 我就發就宣洩出來 我沒有辦法 就當時我沒有辦法停下來 我沒有辦法 媽媽早上已經去植入一個新的了 什麼 今天早上才剛植入 妳不要碰她 現在她不行了 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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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